吃下去也挺口寒 蘿蔔有些筋 多筋便老 就快到農曆新年 怎少得吃賀年糕點 尤其是連鎖店的蘿蔔糕 何時都買到 價錢又大中化 平均不用200元有交易 今次由入行50年的名廚出馬 盲市7間人氣連鎖店 200元以下的蘿蔔糕 以味道為標準 看看哪間最好吃 吃蘿蔔糕最重要是 你感受到蘿蔔濃味 如果蘿蔔糕的配料太多 你會搶走蘿蔔味 不應該太硬 太硬來說 粉比較多 1號蘿蔔糕的味道比較重 鹽份或太重 所以吃下去會覺得鹹 你根本上感受不到蘿蔔味 蘿蔔少 但質地不夠軟滑 配料都足夠 臘腸、蝦米、瑤柱 比特克當 吃下去都頗口寒 蘿蔔味有少許 不太重 這個配料會更多 有些臘腸、臘肉、冬菇、蝦米等 很重 因為配料多 你會感覺到 不是吃蘿蔔糕的味道濃 而是臘味的味道濃 由於這些配料多 它的粉會變得更重 所以它不夠軟滑 3號的蘿蔔糕 蘿蔔糕夠粗 蘿蔔糕 蘿蔔糕 蘿蔔糕是有 這個配料 這個配料合格 要是有臘肉、臘腸和冬菇 它的軟肅來說 都是差一點 不是太軟肅 它的蘿蔔有些筋 多筋物腦 蘿蔔味不太重 高的是軟滑 配料有很多種類 有臘肉、臘腸、蝦米、瑤柱、冬菇 蘿蔔糕夠粗 但是蘿蔔味的感覺是差一點 雖然配料種類多 有都是臘肉、臘腸、冬菇、蝦米 對 這個份量比較少 不軟滑 這個夠蘿蔔味 它的蘿蔔夠粗 它的蘿蔔都算多 口感還多軟滑 配料份量適中 有臘腸、蝦米、瑤柱 臘味的香味差一點 7號的蘿蔔糕是柔 它是多的 這個有些蘿蔔味 只有蝦米、臘腸 它有些瑤柱很少 這個質地軟滑 最後由美芯蘿蔔糕迎一個馬臂 因為它認為 蘿蔔絲夠粗 糕有蘿蔔味 它的配料是比較均勻 質地、軟硬 相對是好過這六彈